大家好 欢迎收看RedJets从入门到实战 前几节课呢 我们大概讲了一下这个RedJets 组件里边比较常用的几个 概念和这个 和这个方法 包括这个C的Probs和这个组件的APM C的槽子比较多 然后组件的包括这个组件的复兴性啊 组合呀 补充补充的这些东西 Probs呢是包括这种传递啊 我们知道这个Probs主要是用来做这个数据的传递 而State主要是用来做这个组件状态的区分 然后紧接着说一下这个组件的APM 这么一些组件的API的这个用法 以及全具有一些这个API的这个函数 接下来呢我们会从这个 组件的生命周期 从每个角度来重新的这个完整的上试一下我们现在所接触到这个组件的概念 我们首先看这个左侧的这三大分类 这节课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然后那个我们打算分成两个小节来讲 先说一下这个大概的过程 首先那个看一下左侧的基本上是分为这个组件的挂载 组件的更新以及组件的卸载 这大块呢可以基本上就可以看出来一个组件这个 它存在的意义 存在的整个过程就干了些什么 直接写到这块 那么我们知道一个组件呢 从它诞生的时候开始 它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实力化 那么这个呢 因为这个分类基本上是按照它在这个 UTML结构当中来做区分的 我们也直接按照这个 因为最终你看到的就是它的展现 那么它背后 可能说这个再有这种具体的实力化 以及任何细节操作呢 是直接由react来完成的 这些是不属于你来 不属于你来这个关心和担心的 所以我们也按照这个 我们所见的东西提供出来的接口 来做一个这种区分 刚刚说到这个从实力化出来之后 紧接的就是马上 准备挂载 准备挂载到页面 然后它挂载到页面 这时候呢 正常情况下 它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除非说这个来了一次更新 比方说这个时间一到 或者是有任何用户的操作 触发了这个 你也没有需要更新 会有这么几个函数 紧接着呢 更新完之后 它可能就是二次更新 更新之后 更新的这个操作 如果你要再具体这个 具体来细分一下呢 它可以包括说这个 更新值 然后更新到 包括这两个这两个这个 这两种状态 我们更新完之后呢 它可以可以可能是二次更新 继续更新 我们这之后呢 可能最后就到了这个卸载的过程 卸载非常简单 就是 卸载前 卸载后 卸载后呢 这个是已经从 6天吧当中移除了 这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操作 所以我们 其实要关心呢 只有这个 它卸载前的这些操作 这个完全就是一个无用的状态 主要就是包括这么几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从这个 按照这几个分类 来把这几个函数来这个逐个讲解一下 并且看一下 在这个函数里边 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刚刚也提到了这个 挂在那 跟挂在相关呢 有两个函数 一个是component 我进到一下顺序 component will mount 这个是在挂在之前的 这个是在这个挂在之后的 表面上看这个意思特别容易理解 但具体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接合这个实例来说一下 get initial state 包括这个 之前有看到说这个get default props 这些东西呢 是在这个组件实例化的时候 直接就进行执行了 他们执行的比较早 那么这个component will mount 这个什么时候发生呢 是在这个紧接着 紧接着就要挂载到这个页面当中的时候 挂在一面之前这个概念听上去好像特别笼统因为你在挂在一面之前可以发生很多事 但是这个可以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挂载到一面之前最后执行的一个函数 他就干了这些事 那么这时候你如果说假如说这个get initial state 设置了一个这个state的值 我有month的时候又改了一下这个state的值 这时候它会发生什么呢 就像我们刚刚说了它是在挂在一面之前最后执行的 所以它肯定会直接改变这个你在初始化的时候扶着的负的这个值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会如何呢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你在初始化的时候虽然给它复制了 但是这个值它是在挂在之前执行的 所以这时候你们就可以做一些操作 来改变这种初始值啊 或者是做一些这个 比方说从它的这个拥有者前面拥有者当中传过来的一些属性 然后做一些计算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来重新改变一下这个state的值 因为有时候你在初始化的时候 它可能这个probs还没有传啊等等之类的 那么这个就是给了你一个机会 在挂在了一面之前 最后做一次更新操作 D的mount呢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就是挂在了之后 挂在了一面之后来做的一些这个操作 有时候你在这个 这个好像没什么意义 你在这个挂在之后 停两秒钟改变一下cd值 没什么意义 但如果说你在有一些gm操作 比如说这种定义了一个hello hello 组件 里面有一个div 然后定义了这个透明的值 定义了这个透明的值之后呢 紧接着有这个挂在之后 设了一个这个 间隔期每个这个100毫秒 然后做一些这个透明度的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是在挂在了一面之前来执行呢 这时候可能就完全没什么意义 找不到错误 而且有可能会报错 因为你有时候你可能操作会引用到一些dump节点 所以这时候呢 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你在挂在了一面之后 再来调用 这些操作 结果和我们想的一样 就是有这种透明度的变化 值的验证是很容易的 接下来说一下这个更新 更新这块内容呢 可能会稍微这个复杂一点 里边提到的这几个值 里边提到这几个值呢 可能会有不同的用法 我们先直接来这个一个一个来看 Component will receive props 这个从字面上来看什么意思呢 组件 接收到了 props的更新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组件这个接收到了从上层传过来的这个属性的更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一个例子 建议了一个parallion的组件 parallion的组件里面 Galantial Seat 设置Component等于0 这个是之前见到过的 更新之前你设置了一些seat的值 是另外一个值 然后这个紧接的是这个clickcandler 建议每次点击的时候呢 更改状态 状态下1 然后这个number呢 是作为属性传给这个字节点 这时候把这个con的值传过来 那么在字节点里边呢 有一个出示之component will receive props 这个例子包括随后的几个例子呢 我们重点关注是在于这个tel的变化 有时候可能会需要parent来做一些这个 出发操作 但到时候我们是来关注于这个 字节点的操作 先来说一下为什么要receive props呢 因为通常情况下 按照react解释的这种逻辑 我们是 任何数据的变化 是由它的这个组合的拥有者传过来的 而不是由它自身 而不是由它自身来这个引发改变的 实际上 有时候实际上连这个 props有这个用法 但是stater呢 stater都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没有的 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接触到了props更新之后 接触到了props更新之后 这是更新之后的这个props 这时候你要做哪些操作呢 可能 你可能会有一些这个stater的值 想要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这块 每次当props值更新的时候 我希望这个time也跟着更新 就是这个时候 有这个拥有者 引发的世界变化 导致我子数件 也发生了一些其他数据的变化 甚至有时候会导致这种 改变一级一级的向下传递 一直传递到最低的那一层 这个 最低那层没有改变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子元素 可以看到我每次点击之后呢 后面的时间也跟着变化 而这个时间是来自于这个 紫组件 紫组件更新state 更新state 随引起的一个变化 接下来这几个呢 接下来这几个呢 我们放到这个下节课来讲 这几个点可能会这个 跟前边的这几个点 又有点不一样 结合起来讲的话 会有一些这个 会看出来 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改变 而且在状态上也有些这个不同 那么这就可能我们先讲到这 最大概的这个 组件状态变化 有了一个这个 有了一个了解 然后呢 又了解了一下这个挂载之前 以及更新的时候 有上级组件引起的 自组件变化 这时候有些值的处理 我们都可以放到这个pulse 这次更新臭的操作来做 我可以放到这个 再来看看 这时候 而是 我可以放到这个 然后再评论 这时候我们再放到这个 我们再放到这个 这个要求来的